说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哈大家好 我想说以一个良好的形象回家 昨天特意让小助理帮我烫了一个卷发 结果睡了一个晚上 现在是这样了 好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我的只鸽 美皮护撕掉 我这个地方是之前切了一颗痣 然后为了防止它长疤呀增生什么的 我靠我现在怼这么近 说话是不是也对 我全部都会延时啊 天 没有 闲仔今天也出发 但是跟我不不是一个地儿 咱们俩这次是各着各妈 各回各家 阿姨做的早饭 有个煎蛋 已经被我咬了一口了 然后里面还有木耳和肉 下面是面条 我现在在工作室收拾行李 我为什么来工作室收拾行李 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 我的那个家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睡觉和看电视的地儿 我的所有的衣服啊 包包啊 饰品啊 就是各种我的生活用品 全部都在工作室 我这次回家带这一个登机箱 这是我第一次出门 只用带一个登机箱 我觉得简直是奇迹 因为我平时出门 不管是出三天两天还是一天 我都能把我最大的那个28寸的箱子塞得满当当的 我现在要去跟大老贤会合坐车去机场 我前面可能没有讲清楚 我是回湖南回我的老家 见我的爸妈 然后他是回广州他大姐家 四姐来电话了 因为他爸爸妈妈现在还是在他大姐家 哎您好我马上了 嗯嗯好拜拜 好了不给你们说了 我已经领了登机台了 我现在要去安检了 要和大老贤分离了 然后这期vlog呢 可能从现在开始都不会有大老贤的出现了 各位贤粉可以在现在开始发弹幕了 你要不要安慰一下你的fans 不用了 我觉得他们都听懂事的 听懂事 你没某种感觉 就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走在机场里面 那种心情特别的舒畅 特别的快乐 我今天打算在飞机上不摘口罩 不吃饭 不喝水 下了飞机再说 保命最重要 哈喽大家 我现在已经在飞机上了 其实我知道最近疫情有严重了 现在这个阶段呢 最好是不要出门的 但是这一次对于我来说 确实是有一点特殊情况 因为我的娃娃上周病了 所以现在已经出院了 但是她的身体差了很多 所以我想回去看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搬来新家嘛 就行 我们今年过年要再新家活 所以如果我这次不回去的话 下次再回去就要找到年货了 我觉得时间有点久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不是给我爸买了辆车嘛 然后这一次这个我回去陪他一起把车踢了 然后我在前天已经做了一个核酸检测 等会儿分地了之后 一到老家 马上就去医院再做一个核酸检测 这个也是我老家本身就是这么规定的 就是在出发地先做一个核酸 然后到了当地再做一个核酸 都是阴性的话就不用得理 你们看一看湖南的山 刚看到这一片一片山的时候 我就说你老家吧 我先来医院做个核酸 这是我做过的最难 最难受的一次核酸 孙姐最近沉迷于录抖音小视频 她现在要给我分享一下她今天最新录的一个视频 它没剪出来 好欢乐吧 这啥碗吗 耳机啊 碗啊 来来来来快关注孙姐的抖音一波 来影一波流放在这个地方 大家去关注一下 不枉费孙姐这么辛辛苦 拍了这么多视频 那个采访一下老伴 这个身心受到了什么危害 孙姐每天在家里录这些视频 跑死我了 一个音乐反复放 我爸在家的爱好是每天在那写书法你知道吗 毛笔子 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项活动 这位人士呢 就每天在家干这些事情 到家了 看看孙姐的家 住了这么多年了 跟新的一样 孙姐包子素包子 据说这次包子特别好吃 夸夸夸夸搞两个饿死了 我跟你们说 南方的冬天的特点呢 就是屋外特别的暖和 但是屋里居冷 包子好了 吃包子 哦 哦 饿死了 那个你们都知道 孙姐不是自己现在有一个账号吗 她微博也有9万多粉丝了 然后现在私信里面呢 就是 是不是还有人找她打广告 然后孙姐现在要跟我分享一个 她最近找了她打广告的趣事 来 孙姐开始 她说来 我是CW的品牌方 当时我就说在淘宝里面去搜我CW 没搜到 是什么玩意儿 我说她就逗逗她吧 我说你具体什么产品 她就说是全网比较活的 女性情趣玩具 叫 逗逗鸟 逗逗鸟 哦 当时我就 我就笑了 我说来 我不敢 她就哈哈大笑 她告诉我 不要啪 她说 微博粉丝的接收度很高的 很多母婴妈妈都有合作 她说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就想 从来没见我这东西 是什么玩意儿 我说你把产品发来看看 她就发来给我一看 还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打开了一看 就是那种 哎 吓人了 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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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给我发了她三个 微博证文 作家 还有安定医院的女医生 她说他们合作了 我还没回话 干嘛你想接啊 接肯定不敢接 不过还挺好玩 哈哈哈哈 哎哎哎哎 你问我们粉丝 我怎么就不能接条广告 我接了广告以后 有什么不好啊 我个粉丝还可以抽奖啊 是不是这样子 她私信里面经常有来找她打广告的 但是我不让她接 就是我就担心 杠金会说 这个家里是有多圈钱啊 本来自己都已经是 这么大量级的美容博主了 然后还让老妈出来接广告 然后孙姐就很气 要是我接了 我也不可能乱七八糟什么都接 现在已经好清楚了 好用实惠我才会给粉丝推啊 接了以后还可以拿出来一部分给粉丝冲击 你现在可以跟粉丝互动一下 你说支持你接广告的抠1 支持孙姐接广告的抠1 抠1啊 一定是1 回家必备套餐 孙姐烧鸭子 还做了一个鱼啊 还有的红菜团 我最爱的红菜团 哎呀呀呀 精致啊 擦口红啊 孙姐把那个卸妆湿巾剪成了这种 一小块一小块的 然后专门用来擦口红 你看到没有 孙姐早上出去买了个菜 还擦了个粉底 花了个眉毛 花了个口红 比我精致多了 他们以为我一直都这么好看 来表演个吃鸭腿 哈哈哈 我今天终于有个人一样了 刚才稍微把自己弄得好看了点 现在我们去看姥姥 孙姐看我的发质 还不是我 你要感谢我 要像你爸的头发你玩完了 哈哈哈哈 爸爸在那说 我老老实实 本本分分的在那开车 我招谁惹谁了 不要随便 我说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哈 大家好 哈哈哈 你知道我的汪名叫什么吗 我不知道 我的汪名叫做大老天 大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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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以后不能教我田田了 你要尊称我大老天 哦 大老天 嗯 你这个拐无名字 有点 拐无名字 还不天天好听呢 孙姐在带姥姥看老照片 这是你 这是我二哥 这是我大哥 这是我 我们在包机吃着糟糕 你看 你看姥姥年轻时候好漂亮 哦 这是我呀 对呀 你那个时候 估计应该是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那肯定是年轻 嗯 咱们漂亮呗 长得漂亮 咱们漂亮吧 我现在出去和欧阳吃烧烤 每次回老家的四件套 烧烤 米粉 油饼 肠粉 哦 还有龙虾 五件套 哎呦 炸的我相机都虚了 我刚正录着呢 然后他突然在马路对面喊我 来 那我看你热马吉的效果 做了一个寂寞 不是说要三个月 还是六个月之后才是最明显的 三个月啊 那你还早啊 当时做完一半 效果是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整个脸做完之后 好像又没有效果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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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你一下做热马吉的疼痛感 我给你看一下照片啊 这是他只做完一半 你看整个背都是湿了 跟生孩子差不多 然后再给你看 就是做完一半的时候 红红的是刚做完 然后白白的那边是还没做 是不是光线的原因当时 当时效果怎么这么好了啊 那现在这里又出来了 会不会再过一个月就紧致了 他说反正效果是三个月 其实效果会比较明显 给你有录视频吗 我给你小接着 你的表情好搞笑 你不是很痛啊 好像干嘛就呃 我要牺牲的感觉 你看我的眼带 我这里贴了一个痘痘贴 啊你贴了个东西啊 哦我擦了一点点BB霜 我给你挂完电话 哦好现在出门 然后我就马上扭头到 卫生间擦了一层BB霜 你看我给你的留言 其实我还没到的时候 我就说我已经到了 我跟你说 这个人被我迟到已经是怕了 当然的时候 有一次是 他等了我快一个小时之后 他就再也不相信我 我就说什么几点空间 没有跟你绝交呢 哈哈哈哈 从此以后他就说 你现在出门了吗 你确定你现在已经出门了吗 脚是踩在门外的吗 鞋子穿好了吗 好确定了之后 然后他才出门 我给你们看一下 南方的冬天多可怜 吃个烧烤 下面放烫火取暖 我们第一道菜 索罗 哎这多少遍了 每次都有这个 都有意见了 你不要小瞧我好吗 我一直都有新粉的好吗 新粉是没有看过的 来拿进给你们看一下 闻到香味了吗 我们的烧烤到了 粉驼这个应该是湖南特色吧 北京是完全没有这种东西的 今天要去提侧侧 这么隆重的事情 怎么可以不化个妆呢 但是今天你看 湖南的天气就是 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湖南的天气 就是阴天 所以我现在打着 我爸写毛笔子的这个LED灯 在这化妆 条件有点艰难 化妆前我先擦点 我带的这个 天露芬的精华油 我现在很喜欢 底妆前抹点这种油 它可以让底妆比较服贴 然后又没有错泥的风险 我一般来个 几滴 它的质地呢 是那种很清爽的 我前段时间不是割眼袋点质吗 然后两个星期不能洗脸 我当时的那个皮肤 我给你们讲 水油完全失衡 那个脸粗糙的就跟那种 逆子没有刮平 完了还忘了打磨的墙皮一样 后来可以开始 洗脸了 我就用它嘛 它也挺好用的 皮肤就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 所以现在我有点爱上这种油类的精华了 成分也挺安全的 我这里也是贴了一个痘痘贴啊 所以今天又会反光一天 擦个防晒 今天擦这个 这个防晒冬天擦还是蛮好的 它简直就是防晒加乳液 因为它蛮保湿的 然后下面我跟你们说 我这次带来了好几个店铺 新寄给我的需要我试用的产品 正好趁这次机会用一下 今天用这个吧 Misting的粉底液 我试用一段时间 就是如果好用的话 就会上架店铺 如果不好用的话就pass 这个色号我应该没有选错吧 感觉也像鲜 还挺香 好像还可以 这边是擦过的 这边是没擦的 刚上脸的嘛 妆效还行 你们看妆前搞一点那个油 真的粉底液服贴很多 不然脸上就会是那种 就是你知道吧 就干巴巴的 遮瑕我带着UNI的遮瑕液 我现在全脸都遮完下 上完底妆了 幻然一新 重新做人 定妆是这个 这个也是新寄给我的 我昨天用了第一次 今天第二次 昨天感觉还不错 但是一次试不准的 说不定昨天只是我皮肤状态 本来就好呢 我用散粉刷上 因为我脸上有遮瑕 这应该不叫散粉刷吧 但是孙姐只有这么小的刷子 你别说这种小刷子上散粉还挺好的 就是感觉可以把散粉上的更精致 虽然我也不知道精致在哪 完了完了完了 时间不够了 等会我爸要来催我了 不可能上完底妆 我就不给你们录了吧 因为边录边讲话边化妆 太慢了 看上完薄薄地层 还挺好 光泽感也没有消掉 好了好了不给你们做了 我抓紧最后十分钟 把后面的都画完 我们到了 提车前的一个仪式 要拜关公求平安 送了一个关公 你放到办公室或者家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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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用我们的啊 好 用平平干干啊 来看一下车的正面 现在车好新好亮 现在车好新好亮 你们两先或者是爸爸先 对 来 准备好了啊 准备好了啊 刘总请上 谢谢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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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假了 谢谢美女 你太假了 谢谢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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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太周到了 开不开心 谢谢美女 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是刚才的我们了 现在的我们 可是坐在饱满车里面的我们 孙姐夫什么感觉呀 爽 现在到中午了 吃中午饭 我们中午要去吃一个 这边很划算的一个叫做大碗饭 就是15块钱 随便吃 而且它里面的菜的种类很多 关键是味道很好吃 这么多菜 这边还有 随便吃 先少吃了 不知道哪个好吃 孙姐 让我喝水 闲着我的口红弄到了它的杯子 给了我一根吸管 酸奶的吸管 让我喝这个水 这个杯子 你们看 这样子的 手还得钻着它 我经常这样 口红不会搞怪 你就不能批发一批场馆子吗 我们又来吃麻辣烫了 这次可不是一个旧的哟 这次可在之前的vlog里没有出现过哟 就是这种自己拿 自己煮的才更有感觉 吃完之后再数签子 湖南人的料 湖南人的料 湿辣椒 干辣椒 先拿湿辣椒 拌一拌 这个时候弹幕上肯定要打痴疮警告 然后再拿干辣椒 撒一撒 整个烫扰 Appreciate it 浓不浓土 喝啤酒杯 应该是那种大的玻璃 茶 大姐 今天早上孙姐陪我去缩粉 我现在脸上贴了两个豆豆贴 一个两个 应该是回来吃烧烤吃的吧 长豆就长豆 那就怎样 豆豆长了反正能消 大不了留意 但是烧烤吃一次少一次 毕竟北京没有 我每次回家吃这些湖南的美食 都是抱着这种心态在吃 开吃 孙姐人工智能浮光机 我现在开着我爸的车 去欧阳家接他来我们家吃饭 他今天一个人在家 然后我们俩又约着下午说出去玩 我就直接让他过来来我们家吃饭 走吧 哎呀今天打扮了一下呢 你看这腿细的 我都没有化妆好不好 你得了吧 你都擦了一个口红 我刚刚说他这个靴子还蛮好看的 然后他说对啊很舒服 然后呢他说你等会可以试一下 然后他吓一句是 哎你的腿进得去吗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读大学的时候 我买了一双那个什么靴 没有拉链的你知道吗 还是新的 然后你见我的鞋穿 然后你是把你的肉给塞进去 就是小腿的位置就已经进不去了 你知道他有多半满就一塞进去 我做不智的这件事情 然后你宣子被我撑坡了吗 是没有坡 但是你还给我的时候有点憋形 有点憋形 我们等会儿 要去玩密室逃脱 带着这位中老年之友 来中老年之友请回个头好吗 中老年之友 我呀 对啊不然呢 我去找我牙签 我应该不是很早年了 孙姐第一次去玩密室逃脱 然后呢密室逃脱一般不都四个人吗 刚才特别搞笑 我们三个人就是死也找不到第四个人 然后我们拜托 微信里面28岁以下的找了个鞭 问了一圈 要么就是带孩子 要么就是搞妇 要么就是搞妆 就各种约不出来 然后他刚才约了一个宝妈 在医院认识的吗 在医院认识了 都已经约到这种地步来 你知道吗 在医院认识的宝妈约出来玩密室逃脱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人在一起 在这儿捣吃 你看中老年之友 这里中年之友 还有少女之友 到咯 英森的气氛 姑面而来 中老年密室团 现在开始 祝我们好运吧 这里面就是牌的组合 牌的组合 有什么地方 那你才多久 哎 哎 啊 啊 啊 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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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要干嘛啊大哥 我们出来了以后呢 总结出来 孙姐是胆子最大的 我们其他几个人都要求 取消NPC 只有孙姐说 哎不要取消不要取消 取消了就不好玩了 是啊 取消了就不好玩了 然后出来了以后 孙姐还一直在念念叨叨说 哦我们不应该取消NPC的 而且你知道吗 门票钱 归就归在NPC 好吗 努力成本 对 应该给我们打的主了 我们现在到一个吃甜品的地方 吃豆花 然后我们先吃一点 刚刚买的泡椒凤爪 都已经吃了一些了 这里面有豆花 红薯 还有 红豆 西米 芋圆 还挺好吃的 还有芋头 芋头好吃 嗯 芋头好香啊 它的豆花特别是嫩 它那个豆花里面入口即化 哎 我是谁 哎呦你真的好脏好脏吃 看我没有 我是谁 在干妈 干妈原来这里也有一可制 你知道吗 就被点掉了 干妈也带你去点吧 吓到了 等一下 Burr一个好不好 我的扣鼻式 你Burr一个干妈好不好 他拒绝看我 他很尴尬 我今天一定要亲到你 好抗拒 放开我 放开 他脸好冰啊 这个不肯走路的小朋友 你先站好行不行 你先站好 你也不肯下来 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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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赖皮 我不怕 待会刚刚把公安局拍了 发现警察 这个小孩子太调皮了 不肯走路把他关到公安局去 走 阿姐姐张 阿姐姐张 阿姐姐关到公文局吗 姐姐带你坐牢吗 孙姐 谈一下下午完密室逃脱的感受吧 NPC取消杯子就完全没感觉了 因为他又告诉你取消 他又没告诉你取消 你还会防备点的 告诉你取消的 就不怕 你们只要去玩啊 不怕 那个NPC真的不能取消 取消的时候就完全那种 害怕的感觉就没有了 就没有了 再加上了 你们几个人也叫得太快了 现在那个鬼长什么样 我都没看见 给我看见乖的一下 哇哇哇哇 其实根本就没看见 按照我原来的想法 我说来 那鬼来了 我还确实握个手了 事实真是如此吗 鬼来了 我还确实握个手了 走了 去机场 拜拜 这是我们家这边的一个特色 就是无数个隧道 因为那个山特别多 以前坐高铁回来的时候 就发现开始进隧道 进的40多了 就说明快到家了 然后走了 同样的地方 来的时候说超开心 我到家了 我现在走了 我现在非常的不开心 好吧 那我们北京再见吧 拜拜大家 拜拜